大家好,这里是飘飘小厨娘,我是飘飘 鱼肉营养非常丰富,尤其是鱼汤 孩子常喝对身体非常好 但是小孩子吃鱼,大人最担心的就是鱼刺的问题 今天就给大家分享一个剔除鱼刺的小技巧 先把鱼掏去内脏,然后清洗干净 再从尾巴的这个地方轻轻切上一刀 切的时候不要切断,轻轻划上一刀就可以了 然后把刀拉斜,斜着往上切 顺着鱼的这个方向,一直往上推 像这样推上去的时候,没有鱼刺阻挡 很轻易就可以切开 一直切到头部这个地方,然后再竖着给它切一刀 很轻易就可以把一大片鱼肉片下来 片出来以后放在一边备用 把另外一边用同样的方法 也把鱼肉片下来 在操作的过程中一定要小心 因为鱼比较滑,小心切到手 鱼鳍的地方有阻挡的话就把它切掉 两片鱼肉都片好以后放在一边备用 把头尾还有骨头切成小段放在一边备用 这会儿来处理这片大的鱼肉 鱼刺就在这两个地方 靠外面的这个刺比较小 靠里面的这个刺比较大 我们先来处理这个大的刺 把刀像这样拿着往外切 轻轻地往外片 顺着鱼刺的方向 一直把鱼刺全都切下来 可以看到鱼刺都在这个里边 外边的这个鱼刺已经处理好了 我们来处理里边的 靠里边的这一点肉是完全没有鱼刺的 先把它切出来 然后再把有鱼刺的这些肉直接切掉 像这个小条里边都是这种小刺 像这些肉孩子吃起来非常危险 一定要把它切掉 剩余的这些肉里边就没有任何刺了 摸起来非常的柔软 接下来把去好鱼刺的肉 全都切成小块 另外一边也是同样的操作 操作完了以后同样切成小块 切好以后装进碗中备用 锅热以后倒上油 油热以后放上姜片和葱段 然后把鱼头鱼尾还有鱼骨头先倒进来 放鱼的时候锅一定要热 热锅鱼肉才不容易粘锅 煎至两边微微泛黄的时候 少夹一点料酒 然后倒上适量清水 盖入盖子开始煮 熬煮十分钟左右 往里边少加一点盐 再加上一点鸡精 再煮一分钟以后 把它全都捞出来 捞的时候用滤网捞一下 捞得干净一些 以免煮的时候 汤里边有小的刺 孩子吃起来特别危险 捞干净以后 把我们去好鱼刺的肉直接倒进去 煮五分钟左右 就可以出锅啦 鱼汤都熬成了这种奶白色 这种汤喝起来最有营养 往里边撒上一点葱花 就可以给孩子享用啦 这样做出来的鱼肉 吃起来就像豆腐一样 孩子吃着也放心 鱼汤要常做给孩子喝 尤其是对成长中的小朋友来说 营养非常丰富 好啦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啦 如果你喜欢的话 记得转发收藏哦 这里是飘飘小厨娘 我是飘飘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